選國徽公然挑戰國家的主權 觸碰一國兩制這個底線 而且是傷害民族的感情 令全城憤慨 特區政府必定會嚴肅跟進 依法來追究 之後緊接譴責在元朗襲擊途人的兇徒 昨天在元朗事件裏面的施襲者 他們是目無法己 肆意去傷害市民和在鐵路的乘客 行為令人發指 我們是絕不容忍 絕不姑息 我已經要求警務署署長要全力去緝控 林鄭月娥譴責中聯辦示威者為先 是不是代表陶污國輝比市民人身安全重要 他就說治安十分重要 但成功落實一國兩制說得上是自為重要 护選國輝是踐踏一國兩制的一國原則 對香港傷害非常大 被問到元朗暴力襲擊事件 是不是官警黑合作 林鄭月娥就說一直擔憂近日社會暴力升級 強調和施暴者劃清界線 警方就說和黑社會勢不良 我們一定是劃清界線 剛才保安局局長說了 所有人應該是跟暴力割席 勾結一些暴力的分子 這個是完全沒有根據 這個相信亦都是希望能夠 弱化今天特區的政府 令到我們難以管治下去 但是我們今天站在這十幾位人士 沒錯 我再說一次 我們的工作或許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們仍然勇於面對 亦都希望能夠將香港未來做得更加好 我們跟所有違法人士都是對立的 更莫說他們是黑社會 我們更加是勢不兩立 昨天整個過程 我們會檢討 我們有甚麼做得不足的地方 是不是人手不夠 是不是我們慢了 我們會檢討 但是一定不可以污衊我們警隊 至於元朗襲擊途人一事 怎樣定性 是不是暴動 林鄭月娥說 以免引起焦慮 定性並沒有意義 個案應該由警方調查 和律政司不受干預地作出檢控 NOWTV記者曾見聞報導 大批白衣人在星期日晚 在元朗西鐵站和附近一帶 持藤條和木棍等武器追達市民 最少45人受傷 其中一個人毅台 警方其後到南邊圍村調查 未有拘捕任何人 於盡報道 大批白衣人在元朗街頭 拿著掃把和木棍等 追打穿著灰色或黑色衣服 相信是參加完遊行的市民 不要打死他 不要打死他 白衣人又走進元朗西鐵站 在大堂追打穿黑色衣服的市民 有救會員到場 白衣人繼續襲擊市民 市民拿消防後射數還擊 一路走避上月台 在樓梯邊繼續打 一直追到上月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和市民入車廂躲避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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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站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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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女兒站在裡面 好 女兒站在裡面 好 女兒站在裡面 白衣人美徐 在車廂用木棍追打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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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回頸子… 停車 停車 我怕 喂… 林卓廷受伤 嘴角流血 神經病 衝突期間 一名白衣人在車站外暈倒 救護員不停為他做深愛押 原本在站外的白衣人情緒激動 再上西鐵站襲擊市民 兩個男人投破血流 坐在地上等候救援 十多人圍著一棟搭 回頭去打算幫忙 但馬上有很多人衝上來 打打打 鐵通、武器、木棍 港鐵報警 西鐵列車不停元朗站 並且按警方要求落閘關閉元朗站 白衣人拉開鐵閘 白衣人拉開鐵閘 有市民趕到支援 協助其他人離開 都被打傷 看見有一個人在前面被打低 如果流血 我嘗試過去 然後跟他們說流血了 我拖走他 但他們都不准 基本上就拿著各種武器 就走過去襲擊我 有司機途經看到有人求助 打算移載 也都被襲擊 私家車被打爛擋風玻璃 白衣人聚集在南邊圍村村裏 期間大批黑衣人嘗試入村 被多名白衣人驅趕 其中一人面部受傷 大批防部警察到場 派出部分人入村 記者跟隨 但被白衣人指罵 警員勸喻全部離開 然後也一起退守 衝突後 白衣人退回到南邊圍村裏 但並沒有即時散去 他們在村口四圍望 不時傳出一些挑打鐵通的聲音 大約兩小時後 即是凌晨三點多 大批便衣警員進入村內 防暴警員就在外圍戒備 有警員進入村內的香工所調查 有在停車場搜證 用電筒照車底售出大批鐵紙 地下樓有木棍和口罩 期間有白衣人步行出村 坐車離開 警方有沒有說為何讓你們離開 差不多同一時間 在村口的另一邊 大批白衣人經過警方的防線離開村 警方開路被車洗走 NOW TV記者 余晋報道 有網上片段看到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不在元朗和白衣人握手 何君堯解釋只是路過現場 強調自己並沒有策劃事件 而下午有過百人包圍他的議員辦事處 並且損毀玻璃 嚴採明報導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見記者 解釋網上有片段看到 他和多個穿白衣的男子 晚上在街頭握手 和向他們舉高手指甲 任何現在你去到場合裡 你是哪個upbeat 大家要upbeat 要做好事 就是like 這個like你不要由移花節目 將它用來套用下去 在11點多鐘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說何君堯 你給個like的時候是12點多鐘 你對前面所發生的事情是予以認同 那我就可以告訴你 我有很多話要解釋 在網上片段最後聽到 他們呼稱對方是英雄 你們是我的英雄 他透露自己是元朗居民 當晚吃完飯送朋友離開 強調暴力行為自己沒有反策劃 我的暴力事件是不認同 兼且是會譴責 第二 昨晚的事情是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沒有參與任何策劃 我亦都不是任何組織的一部份 而在下午過百個市民 響應網上號召 聚集位於傳風中心的 何君堯辦事處 他們一度打開遮 現場傳出撞擊聲 之後辦事處的玻璃脫落 玻璃碎散落在地上 之後又再次開遮 撞破另一塊玻璃 辦事處部分設施被毀壞 門外有溪潛 門牌亦都被塗污 NOW TV記者 嚴采明報導 稍後繼續看本地消息 我們來參加比賽 公司叫… 福系 像一套機械人一樣 不行… 我們一場來到 怎麼辦 我們穿得像明星一樣 我想到了 他們的產品是… 機械人 你好,我是演員機械人 試試唐白虎怎麼抽香 行動 超強… 娛樂風雲,今晚8時 ViuTV 新推出Coco Crunch Max 外面香脆 日面還有朱古力圓芯 全新Coco Crunch Max 換成開心每一天 指定店舖惹壽 全新哈根達雪糕杏仁脆筒 層層脆滑,一視難忘 滿滿雪糕配原片杏仁脆皮 哈根達雪糕杏仁脆筒 全新登場 的汗 其實很爽 每天做半小時運動 出身汗 健康點 開心點 就是這麼爽 一起來出身汗吧 8月4日參加全民運動日 詳情上LCSD.gov.hk看吧 生活神機,舉家必備 平落普遲,很新奇 只要用秘密道具輕輕一刷 怎麼做到的 重點是不用出力的 原來不用用神器 這裡有很多很適合合格式的食材 可以讓我煮嗎 這個真的很難猜 好吃,完全不一樣 這個秘技是… 點秘技 生活小貼士 星期六晚10時半,ViuTV 對不起Viu千里二 今晚11時,ViuTV 標籤學什麼呢 繼續新聞時間 中聯辦主任黃志文 強烈譴責示威者圍堵中聯辦 和陶烏國暉 侮辱國家主權和安全 行徑十分惡劣 又說近期連傳暴力行為 傷害全中國人民感情 相信特區政府會依發驗情 李國豪報導 中聯辦主任黃志文 連同多名副主任 是中聯辦門外見記者 強烈譴責示威者 星期日圍堵中聯辦 和陶烏國暉 行徑十分惡劣 性質嚴重 中聯辦和香港社會 各界一樣 堅決譴責 最強烈的 嚴厲牽責 這種不法暴徒的行為 我們堅信 香港特區政府 和警方 執法機構 一定會依法嚴懲 追究到底 中聯辦門外的郭輝 在星期日晚示威期間被逃污 早上已經被更換 我們連夜 更換了 新的郭輝 就是要向香港社會 廣大市民表明 在今天 太陽依然朗朗升起的艷陽天 鑽研的郭輝 依然高高懸掛在 中聯辦大樓 中聯辦 依然 威南不動 屹立在 湘江之班 他又說 香港近期連村暴力行為 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範疇 公安挑戰 憲法基本法權威 中央政府權威 國家主權 安全的 尊嚴 和象徵的 暴徒行為 這些 都嚴重損害了 我們香港的 非常珍貴的法治精神 損害了 我們香港市民的 根本負責 根本利益 也嚴重傷害了 包括700萬 香港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的 感情 他相信香港社會各界 不容許這種亂象繼續 LTV記者 李博河報導 經濟日報記者發表聯合聲明 不滿副社長石敬全 在星期六首會香港集會上發表教仔論 對他的言論深表震驚和遺憾 促請他收回言論 家裡有沒有藤條 拿藤條出來 找條長一點的 打仔 家裡沒有藤條 我們都去五金舖 買條20mm的水喉通 交的 聯合聲明指 經濟日報副社長石敬全 公然在建制派發起的集會上 鼓吹群眾利用藤條 和到五金舖買水喉通教仔 意圖煽惑他人私暴行兇 如同合理化暴力行為 聲明指 石敬全的言論 同星期日晚 大批著著白衣人士的行為 不謀而合 認為他作為新聞集團的管理層 未有譴責 針對無辜市民的暴力行為 和武漢為前線記者採訪安全 反而鼓吹施暴行為 情況令人發指 《解放軍》近日在廣東站岡 舉行反恐演習 《解放軍》第74集團軍 在官方微博 發放日前在站岡一個訓練場 無以應對突發暴力 和反恐演習的照片 第74集團軍 是解放軍陸軍所屬部隊 隸屬南部戰區 在2017年4月組建 駐地是廣東慧州 天文提到 演習是為了有效維護 野外住 對《訓營區安全》 並且確保 在突發情況下 能採取有效措施 但未有提及演習 是否與香港近日 反修例示威有關 不過 《解放軍》退役上校 岳崗形容 今次演習 顯示解放軍 針對香港混亂情況 可能升級 在必要的時候 或會調動 內地解放軍部隊進入香港 完成維持治安的任務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報導 中國和柬埔寨政府 簽署秘密協議 容許解放軍進駐柬埔寨 一個海軍基地 美國憂慮會進一步增加 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實力 葉俊廷報導 報導披露中國和柬埔寨政府 在今年春天簽署協議 解放軍獲准獨自使用 柬埔寨雲釀海軍基地的部分區域 是中國在東南亞首個軍事前售基地 兩國沒有公開協議的最終內容 但根據美國所知的初步版本 基地面向潛羅灣 面積76.9公頃 解放軍可以使用大約25公頃的範圍 可以派兵進駐 存放武器和停泊軍艦 柬埔寨人員進入這個範圍之前 要先得到中方的許可 有效期為30年 之後每10年再續期一次 報導指 中國計劃在基地興建多兩個碼頭 中國和柬埔寨各使用一個 而一間中資企業就正在附近 興建一座大型機場 衛星圖片顯示 資工單位似乎準備 興建有利戰機快速升降的彎道 至於兩個原先在基地裏 由美國資助興建的設施就會搬遷 中國和柬埔寨官員都否認報道內容 柬埔寨政府發言人更加只是假新聞 中國近年被指積極擴大軍事影響力 包括在南海的島礁大興土木 如果可以使用雲釀的海軍基地 北京的影響力將會伸向戰略 叫做馬陸甲海峽 美國駐金邊大使館發言人表示 華府關注事件會影響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 但美國官員也擔心 一旦北京對台灣動武 將會令美軍支援台灣變得非常複雜 因為部分美軍要取道馬陸甲海峽和南海外衛 報導指華府官員在一年之前 就知識中國和柬埔寨 磋商雲釀海軍基地的問題 副總統彭斯曾去信柬埔寨表示關注 但柬埔寨當時否認有這樣的事 華府正討論能否說服柬埔寨政府撤陪有關決定 NOWTV記者葉俊庭報導 這次新聞報導完了 稍後會有新聞指負 不是,希望你在用心補充一切 你對方是否在意經 還有食物 我要吃病了,好嗎 你只是香港人 對 你們知道你會吃病喔 我會看你很難看 例如我令你吃補充 我會看你吃病宜 你很喜歡我嗎 吃病了,好嗎 甜品有另一個位置 這裡不是吃的,只是拍攝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這樣 賊你潔淨清新,超自信 Anessa 只愛師傅穿透表面 她是肌膚底層 Anessa,就是你的最強保護 最強美肌防曬 Beauty Sun Care,Anessa 這個世界,很多人會想你輸 正常 沒有人有責任撐你 陪你走的只有自己 越是苦,你就越肯定自己沒那麼容易死 電競跟田徑一樣那麼難走 跨得過,你就是運動員 我是衛生電競 一個人一步 然後有一個小步 來自豪 還有兩個小步 還有我的想法 是一腳之一 美國太空人岩士堂 1969年7月20日踏足月球 為人類在月球正聲留下足跡 Google特意製作動畫 紀念阿波羅11日登月任務 在回顧歷史的同時 我們總結一下 過去半個世紀 人類在月球除了留下腳印 還留下了些甚麼 單計阿波羅11日任務 在月球已經留下106件物品 包括美國國旗 兩名太空人太空漫步著的鞋 寫上人類帶著和平到來的紀念宣言 實驗工具等等 登月一次已經有這麼多遺物 環顧月球表面 50年來各國的探月任務 載人或不載人的 加起來留下多少月球垃圾 估計有近200噸 超過800件那麼多 主要分為幾大類 第一類是月球探測器殘骸 這些來自美國 前蘇聯 中國以色列等地的訪客 有些任務失敗 葬身月球 有些功成身退 電池耗盡 在月球壽中淨寢 第二類是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予以和平的金橄欖枝 太空人的全家福 黑有喪生太空人名的紀念牌 記錄多位國家元首問候的詞碟 第三類名副其實是垃圾 包括96代太空人的排泄物和牛套物 食物包裝袋 雜誌等等 第四類是為了給太空船 回程時少一些負荷而棄置的物品 主要是科學設備或工具 天線 攝錄機 測量儀器 鎚子和電池等等 阿波羅11號登月倉著陸月球的地點 標誌著人類探索太空一大里程碑 假如月球仿客日益增多 歐洲航天局局長旭納日前建議 將這個歷史地標列為世界遺產 或定範圍禁止其他探測器進入 但根據聯合國外太空條約 各國有自由探索太空的權利 不能提出主權要求 或者以任何方式將空間據為己有 看來保育月球歷史遺跡談何容易 接下來是香港有你 江湖全民,他們這期被人捧 小逗消息,他們可能開演唱會 有人拍到,他們可能會開戲 對,他們可能會開演唱會 娛樂新聞,熱度不僅15分鐘 名人專訪,跟你談談近況 快人一步,吸收時尚生活資訊 15分鐘熱度,今晚7時半 半小時加長版,每天搶先收風 這次明天明星,感謝你們 很久不見 我看見他們的錦影 就是我最愛你 我看見你,你 données 我真的有很冷靛 我看見你們的錦影 沒說過,我感到這次 有多明天的錦影 會影響胎兒及小孩的健康 要守護牠們 一定要由空氣質素開始 PPP經過多間機構測試 是有權威認證的空氣淨化機 帶有強勁的潔淨空氣輸出率 CADR 功能卓越、潔淨空氣 媽媽的信心之選 2011年接著 餐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人民幣 啟動了 總決賽獎金高達人民幣700萬 截止報名日期8月15號 長程請查詢 前海在香港Facebook專頁 購置電3462-9800查詢 Cheer, 滋味滿分物物相 飲Cheer, 送家電 想帶走Gemini電子蒸煮鍋 或吸塵機 只要由即日起至9月12日 購買任何Cheer鮮奶和低脂娛樂系列 拍下機印發票 連同個人資料 WhatsApp給我們 就有專人幫你儲分 每10元可獲一分 儲齊120分 即可帶心水家電回家 數量有限 換完即止 大家快點開始儲吧 想知道更多詳情 請瀏覽CheerHK Facebook專頁 和其他人追上廣告 請我們廣告 請購買工資 既流落而鄉,也落地生根 由舉家移民,也成為香港一部分 他們怎麼看這個地方 他們有自覺是否屬於香港 不是香港人 星期六下午6時半 96台Feel TV6 天天一回暖 花粉高峰期時會更嚴重嗎 我對眼睛很癢,腎到腿都損傷 如果有做足必須做的事 已經可以減輕症狀 又或者延遲發病 之前我怎麼打掃 都沒有現在那麼清新 我晚上不用再戴口罩了 他真的好得很快 看來也值得繼續做下去 我以上古之約和先虎之命 令你們釋放你們的